针对西方媒体所谓的北溪爆炸新说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回应说,这些最新报道是在协同释放假消息,企图把公众视线从真正的袭击元凶身上转移,并再次呼吁联合国与所有北溪项目参与国共同展开公开透明的紧急调查。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则回应称,那些不想进行合法调查并且千方百计转移视线的人,才会故意让媒体披露这样的消息。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也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俄方对报道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并认为这只能让愿意调查事件真相的人感到困惑。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斯尼科夫8号表示,北溪袭击事件与乌方无关。 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就曾回应称,乌克兰绝对没有参与对北溪天然鞋管道的袭击,乌方对此毫不知情,也没有所谓亲乌克兰团体的相关信息。 德国政府发言人8号表示,已注意到最新关于北溪管道爆炸的报道,北溪管道爆炸事件仍在调查中,目前还没有结果。 同一天,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也表示,德方反对在尚无明确证据的情况下仓促地发布所谓调查结论。 美国纽约时报7号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称,美风认为,一个亲乌克兰团体制造了北溪天然鞋管道爆炸事件,但拒绝披露所谓最新情报的性质,获取手段或者提供可以用于正式情报可信度的详细内容,同时否认由美国英国公民牵涉其中。 另外,多家德国媒体6号报道称,德方目前的线索指向由五男一女组成的一个团体,他们使用假护照租借了一艘游艇以运送爆炸物。